PS5的港版、日版、国航有什么不同?该怎么选? 每次看到这种问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于是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结合自己的实际感受 整理了20个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 做个视频,希望能帮到各位小白玩家 PS5的港版、日版还有国航 它们的系统都支持多国语言 也就是都支持中文 这三部主机,它们的游戏性能完全相同 都可以接千兆网线 而且都有WiFi6的无线网卡 支持2.4G和5G的WiFi 日版的机器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5G Wi-Fi 在国内使用,需要手动固定信道 比如改成44 具体原因和方法之前视频分享过 简单处理办法就是用网线连接PS5 这三台机器使用国内的网络都是没问题的 不需要其他手段 下载港服的数字版游戏都很快 某些小运营商除外 因为这些游戏本体所在的服务器是在国内 但是如果你玩网络对战游戏 这种网络都很慢,而且不稳定 都需要单独添加个加速器 因为联网对战的那个服务器在国外 港、日、国航 这三台机器都支持国内的220伏电压 但是插头外形有区别 那个港版的是英式的大插头 这三台机器的手柄是通用的 没什么区别 充电器也是通用的 下面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国航PS5光驱版原价是3899 目前最低价格是3700 降了200块钱 现在是2022年的7月份 日版现在的价格是4300左右吧 港版在51200 这个价格是有浮动的 特别是港日仅供参考 下面说说游戏 国航的PS5在默认的情况下 也就是不备份 能直接玩港版、日版、美版、欧版等等 全区的光盘游戏 说用光盘版游戏再说说数字版游戏 国航的PS5 也可以登陆港服、日服的商店 购买数字版游戏 但是不能直接登陆 需要用备份恢复的方式 登陆这种外服 一次登陆终身受用 操作不算麻烦 在之前的视频也介绍过 国航的PS5如果只玩光盘单机版游戏 如果不买DLC 不玩联网对战 可以不备份港服 据说也可以更新游戏 不过这个我没试过 其实备份并不复杂 但也不是几分钟就能搞定的事 需要找有港版或者日版 有这种外版机器的朋友帮你操作 也有很多商家价格不贵 另外备份不影响正常保修 下面说说搬机的问题 如果是自己注册的港服账号 在自己的国航PS5上恢复备份 这属于正常操作 不会搬机 至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案例 下面说说售后 港版、日版、国航的售后是不一样的 港版、日版一般都是店铺保修 他们不能走国航维修渠道 付费也不行 PS5国航版 索尼官方提供保修 手柄一年 主机两年 手柄一般都是只换不修 记得要发票 保修时候需要 我已经换了两个了 下面说说购买方式 购买渠道 国航的PS5 可以通过索尼官方 某东、某猫、某音等等 官方自营的旗舰店购买 索尼也有线下的官方实体店 还有第三方那种比较大的卖场 也有卖 日版、港版的PS5 只能选择店铺保修 或者线下的那种实体店、店玩店 这种实体的店玩店 也可以买国航PS5 记得要发票 下面说推荐 国航PS5推荐购买光区版 不推荐买数字版 如果以后不能备份了 我是说假如 那你的国航数字版 只能玩国服的游戏了 国服的游戏特别少 但如果你用的是光区版 虽然不能登录外服 买数字版 玩数字版 但仍然可以玩外区的光盘版游戏 我认为这种封读 备份后门的可能性 低于1% 对于价格不敏感的玩家 直接推荐买港版 因为港版不用考虑 备份和心道问题 拿来就能玩 对于价格有点敏感 又不想备份的同学 可以买日版 虽然有心道问题 但很好解决 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就可以了 我感觉大部分的小白玩家 都会选择国航 因为第一 它有保修 第二 购买渠道比较容易 和买电脑 手机差不多 第三 价格便宜 第四 港版日版能玩的那些游戏 那些方式 国航都能玩 光盘版 数字版 港服 日服 美服 商店都可以登录 而且可以联网对战 玩起来和港版日版 没什么区别 目前来看是这样 特别是那个二档会员 对小白玩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另外 港服的商店还支持支付宝付款 最后说一下 我买的是国航的PS5光驱版 登录的是港服商店 买了二档会员一年的 也买了PS4和PS5的游戏光盘 还有加速器 也加装了内置的SSD固态硬盘 等等等等吧 具体看我之前发过的视频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